我们为什么清明节 中元节要办超度 你超度的谁 实际上是你体内基因中的这些黑子 有你九族 祖先那边做了一点善 到你这就是一座大山的善 祖先那边造了一点恶 在你这就是一个大山一样的 阻挡你前进的一个大山 业力就变成大山了 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你九族从源头出 因为从九族的源头出消业 它就是一个小点 比你搬一座山容易多了 九族的源头的时候的小点消光了 你正面所有的哗啦的大山 阻挡你的重重业障 那瞬间消失 事业开始顺了 家庭开始幸福了 钱财开始增多了 所求都就满怨了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宵夜 我们还做九族的祭典 因为九族的基因里面的东西清理了 九族特别是你的元族富裕了 你现在就是拥有了一座财富之山呢 所以为什么不给九族供一些难得的东西呢 我们是参加过祭祖的效果十分了 变化神速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道场祭祖 这是我们所有的人 如果能够统一在一个念头 一个波道上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场中有多少人 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同平共振 这个念头是什么 不畏自己 无人无我 一片光明 让这一片光明 利益 明扬两见 在无量光明中 明扬两立的念头 发出之后 和你同平共振的 不只是我们场中的这些人 包括由这个场去波动 引起连锁波动的 实法界众生 清明祭祖 中言祭祖 请你们的列祖列宗 来到我们的这个道场中 跟法界连通 跟法界连通的时候 那么就把我们这个六合姐姐的 这个道场 就变成了一个同平共振场 你的列祖列宗 九族 那么还有你过去生的累世父母 都就在这个场中 都以词化 光化 净化 受用 他们受用了之后 携带在他们的这个DNA中 储存起来 再波动给你 所以他都是把恶置换出来 把善留存了 再把这个善 用九族的力量 通过DNA的传导 传导到你们身上 利益你们活着的人 利益你自己 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你的子女 你身边的人 欺负消灾就是给我们的冤亲债主 我们累世以来 生生世世 累积了太多的冤亲债主 他们是导致我们不顺利的原因所在 所以是重视我们的这个起伏消灾跟别人不一样 不是为自己起伏消灾 是为我们 我们的九族 我们的儿孙的冤亲债主 超度 把他们超度走了 我们的这个灾就消了 我们的福就增了 福就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 是在现代科学的指导下 和古圣先贤的这些高科技方法结合 出来的全新衣轨 效果特别明显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